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今天占卜的内容呢是关于你的下一个恋爱对象 他的一个特征和模样是怎样的呢 面前呢还是有四组牌 这是第一组 这是第二组 这是第三组 这是第四组 请根据你的第一直觉或者感觉 甚至是对应到每一张指引牌哦 进行个选择吧 然后我们现在直接开始解牌了 嗨 欢迎选择第一组的小伙伴们啊 那首先呢我们从新盘特征开始 描述 首先呢对方的一个星盘上面呢是比较多元化的 并没有说特别倾向于是某一个元素比较多一点的这种感觉 但是这里有几个特征点啊 就是对面对方的一个上升星座 极大可能是一个狮子座 但是对方的一个太阳星座呢 又很太阳和火星很多部分是在一个土象的一个位置 金牛处女魔节 就是说对方可能是在24岁左右吧 就是前后的一个性格差异会变得比较大一点 因为其实可能对方在24岁以前的一段时间呢 他可能整体的一个性格呢都是那种比较稳健类型的 比较严谨一点 做事情的比较循规导具一点 但是很有可能在24岁之后呢 这个上升星座的特征就浮现出来了 可能会显得比较的耀眼一点 而且做事情呢也比较的就是雷厉风行一点 这种感觉哦 可能会有这个差距出现 而且我看到就是对方的一个月亮啊 月亮所在的一个位置 应该是在一个水象的位置 就像是一个看似平静的一个那个湖面 下面暗唱着一些什么波涛汹涌之类的东西 就是暗潮涌动嘛这种感觉 那很有可能呢 你在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这个人做事情很有把握 然后做事情呢也喜欢就是那种 啊一步一步走的那种脚踏实地类型的 但是其实你跟他相处久了会发现 可能他是对于一些事业上面啊 或者是说学业上面 以及一些他需要去努力的一些任务方面呢 是比较的稳固的啊 就是稳扎稳搭的 他会倾向于是去按照一个秩序去办事情 而不是说那种天马行空类型的 他这个人的话和天马行空 基本上挨不着边儿知道吗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的话 他的一个职业也是偏向于那种 处理一些精密仪器啦 包括是说什么公务员呢 这种比较稳固一点类型的 或者是说比较 做那种比较长久 长久类型工作的那种 甚至来说这个人的话 他也可能会去当一个协调师 不过可能性会小一点 更多的还是偏向于刚刚说的那两种情况 那我看到其实他自己的一个艺术方面 也是有一个造诣的 因为我看到他其实蛮喜欢欣赏那种美的东西的 美的事物的 有自己独一套的一个审美方案 就是说他欣赏美的话 是有一个审美水准在的 所以说他可能也是对一些艺术方面很感兴趣 甚至来说他自己的一个绘画功底还不错 不论他有没有学过 他自己画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比较有特点 而且比较好看的 我觉得他这个人的话 其实个人风格还蛮强烈的 有可能是你平时看到他一个人比较低调 做事情的话 循规蹈矩 感觉到这个人好像有点老实人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会看到他做的事情 或者说画的画呀 欣赏的东西呀 都是那种比较耀眼一点的 就是说比较华丽一点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就是他自己的一个性格 包括说外显的和内在的一个差异点还蛮大的 就是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冲突感 而且这个人的话 他可能表面上看上去就像那种 怎么说呢 实佛 表面上看上去可能比较内容一点 但是他自己内在的话 其实对于思考一些事情啊 或者说情绪 情绪波动上面的东西的话 还是蛮大的 就是说他可能会按照一些 比较情绪化的去想事情 尤其是到感情方面 而且我感觉到他这个人 一旦谈了感情的话 还蛮浪漫的 就这种感觉 他很注重那种 所谓灵魂上面的一个感应 这种感觉 可能一些外在的话 对他而言的一个吸引力 并不是特别的大 他可能会被那种 怎么说呢 比较独特的人吸引 比较独特的人吸引 这种感觉 可能就是你 他会看到每个人身上 不同的一个点啊 他看事情也看得比较的深一点 所以说你也不要去说 这种人怎么可能看得上我 这样这样这样 不要这样去想 因为他们其实 看事情的一个眼光 还蛮独特的 这种感觉 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 还蛮固化的 就这种 而且我看到就是 下一个恋爱对象 他们的话 谈恋爱的一个时间 还蛮长的 就是比较细水流长类型的 然后偶尔会穿插一点 小浪漫这种 不会是那种 很轰轰烈烈烈型的 因为他们来到一段感情的话 就想要把它 安安心心的料理好 甚至来说 走到更长远的一个位置 就不会是像那种 特别有激情的那种感觉 不会的 不会的 然后我想一想啊 刚刚是讲了 我来讲一讲 你们彼此 就是相遇的一个地点吧 这种感觉 就要不然是工作上面的 这个工作的话 可能是你自己出去兼职啊 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的 一个事业上的工作 这种感觉 那要不然呢 就是比赛 要不然就是比赛 其实我看到你们自己 相遇的一个场所的话 其实感觉到 还蛮激烈的 要不然是你们竞争氛围的 一个激烈嘛 类似于是比赛啊 这种感觉 那要不然呢 就是你们所在的 那个地点本身啊 就有一点那种 竞争的关系 比如说什么工作上面啊 之类之类的 就是感觉到 这个气氛氛围啊 不是那种 很平和的氛围啊 这种感觉 就可能你们 相识的一个地点 可以去这样 好好想一想 不过呢 你们这一组的话 短时间内是不会 不会谈恋爱的 至少要等四个月之后 因为我感觉到 你们这一组的话 不论你们点进来 这个视频是为了什么 真的想谈恋爱 还是嘴上说说 近期的一个状态呢 都不太适合去谈恋爱哦 因为近期的话 你们更多的是 比较内敛一点的能量 就是说 可能你对这方面 感兴趣是感兴趣 但是你不会 踏出那一步的 因为你没有准备好 就这样说 没有准备好 所以说最快 最快的话 也得四个月之后了 可能四个月之后 都不一定会谈哦 对 这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 你们这一组的话 倒不用太多 去奢求什么 下一个恋爱对象 多久多久来 怎样怎样的 因为只要你们 料理好自己的 一个生活的话 不是 不是 这个先后顺序 错了 应该是只有等你们 料理好自己的生活之后 你们才有精力去 谈恋爱 这种感觉 因为 你们的话 其实在很多人眼中 是比较独特的 那种类型的 不论你自己 怎样看待你自己 你身上一定有一个点 是被周围的人 记得比较深刻一点的 就是说 有独特的魅力那种嘛 虽然说 你们本身的话 是不用去思考 为什么没有桃花 之类之类的 很大一部分原因啊 如果说你们这一组 是母太单身的话 那只能说明 你自己外显出来的 那种能量 就是我不想谈恋爱 别来找我 不论你自己内在 怎么想的 但是周围的那种人啊 因为我之前也说过 你们这一组 是那种比较独特一点的 是很容易被人 被人看见的那种类型吗 那如果说 你们到现在还单身 只能说明 你给别人的一个 外在印象 就是你不想谈恋爱 对 一定是这样的 你们这一组 不论你说 其实我很想谈恋爱啊 但是是不是异性 异性跟你交谈的时候 你就说 走开走开走开 这种感觉呢 对不对 所以说 要等 等你们自己 有一个独特的 一个感情思维 甚至来说 你真正准备好了的时候 这回就会有 合适的人出现 当然有一部分 小伙伴们啊 尤其是已经 分手了的小伙伴们 分手了的小伙伴们 我个人感觉到 有这样一个问题啊 因为下一个桃花 一定不是你们之前 谈过的恋爱 谈过恋爱的人 就不是之前的那个人 已经分手了那个人 所以说 这里后面两张牌 一张是宝剑三的 逆尾牌 一张是高塔牌的 逆尾牌 只有等你完全 走出来的时候 不再被以前的 那段回忆 所束缚的时候 你才能遇到 知道吗 如果是说 现在正在被 之前一段感情 束缚住的小伙伴们 那我得告诉你 这个人还没出现 还没出现 还没出现在 你们生命里面 因为你们 看不到 说实话 你们现在的目光 全部聚集在 之前的那个人身上 你们全部 想着跟他之前的回忆 根本就看不到 你这位有没有那种 怎么说呢 可以谈恋爱的人 你的目光 根本都没有放在 他们的身上 那你怎么能够发现呢 对不对 这是一个问题啊 所以说 我比较想要告诉你们 尤其是 想要复合的小伙伴们 那个人不是正确的人 那个人不是正确的人 不是说 你们能不能复合 而是 那个人不是正确的人 所以说 尽快地把自己 从之前的 那个状态里面 拉出来 会比较好一点 知道吗 然后我想一想啊 连年龄这边的话 对方可能会比你大一点 下一个桃花 比你大一点 但是大不了多少 两岁左右吧 两岁左右 当然也有可能是 跟你同年龄 但是对方的一个 心理年龄啊 打扮 哪怕是说打扮方面 都比你看着要成熟一点点 这种感觉 但是不会太大 但是不会大太多 这种感觉 我个人觉得的话 你们之间的一个相处模式 还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就是说那种 比较平淡 但是对方呢 也懂得这方面的东西 因为其实对方说白了 还是比较浪漫一点的 只是说 可能在面对于一般关系啊 或者说陌生人的状态下面 他可能会把自己比较 太阳那边的一个特征 显现出来 就是那种比较可靠一点 比较寻规导具一点 这种感觉 但是对方做事情 的确是这样的 他其实挺有原则性的 在处理自己的一个 生活方面呢 道德方面啊 什么什么的 很有原则性 就是说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对于他而言的话 其实这方面 还挺那啥的 就是说 对方可能不会因为说 啊 这是我的朋友 我会更偏袒一点 不会的 他绝对是公事公办的 那种类型 你对就是你对了 你错就是你错了 所以说 需要提个小建议啊 如果说你们以后 谈恋爱的话 可能对方在对于一些事情上面 如果说真的是你错了 对方肯定不会站在你这一边的 他会直接了当的指出来 你就是错了 所以说还蛮直的 有直男直女的那种特性在 所以说整体来说还挺好的 挺好的 对方的话 其实我觉得 他的一个事业上面的发展会很好 而之前也说了 要不然是 就是政府啊 那种比较稳固一点的工作嘛 要不然就是精密仪器这种 那之前的那些职业也都说了 总之我要说明一点的就是 他在团队里面担任的一个角色 绝对是比较核心一点的 因为他处理 办事办 他办事情是能够有那一个 怎么说呢 有效率 同时他也能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 这一点是很难得的 有一些人的话 他就比较古板一点 他可能做好事情就做好事情了 工作上面的关系也不会协调 但是他挺能协调人际关系的 而且说 他自己做事情啊 哪怕是说他自己的一个长相啊 这些 都能是比较突出一点的那种类型啊 如果是说你是一个男性的话 下一个桃花是个女性的话 他一定有着一头非常浓密的长卷发 长卷发不一定 但一定是长发 而且很浓密 就是你们的下一个对象的话 他自己的一个毛发挺旺盛的 尤其是头发 如果说你是女孩子 找下一个恋爱对象 是个男性的话 他的头发也是特别蓬松的那种 就有很多头发 就不是那种没头发的那种类型 而且我感觉到这个人的话 皮肤应该挺白的 皮肤挺白的 这种感觉 反正不论是怎样的 不论你是喜欢哪一种类型吗 对方的一个特点就是 毛发旺盛和皮肤白皙 然后可能他们的嘴唇 经常就是处在一个 闭紧的状态 就是说有的人 他的神态特征是嘴唇 喜欢违章嘛 但他们一定是紧紧紧闭着 而且嘴唇的厚度 其实不会太厚 就比较适中一点 比较往薄那边发展吧 就不会太厚一点 这种感觉 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你们之间的一个相处模式 我感觉还挺好的 挺和谐的那种状态 就是有来有往的付出 并不会说一个人 付出特别多 另外一个人没有响应这种 因为他其实能够 感受到你自己的感受的 知道吗 整体来说这种关系还挺好的 好吗 然后整体而言的一个 就讲到这里吧 我感觉是补充完毕了的 好吧 然后整体的一个信息就到这里啦 感谢你们的收看 如果说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 收藏评论哦 好吗 然后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嗨 欢迎选择第二组的小伙伴们啊 那你们这一组下一个恋爱对象呢 首先说一下它的一个星盘特征哦 就是整体的话 土元素会变多 偏多一点 就是土元素 金牛 处女 摩羯 然后太阳星座 就是这三个星座 基本上定了啊 但是需要说明一点的就是 这个人的话星盘上面 至少有两颗机器以上 是在天蝎或者双鱼的位置 我感觉到他这个人 业力还挺重的 就是说他可能平时表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呢 就是 嗯 不爱说话 然后做事情呢 特别专注 甚至来说他自己其实爱好不是很广泛的样子 但只要他自己去做的这个爱好的话 一定会做到最好 这种程度 就是说 哪怕是说他念书的时候 他都是那种 就是对于自己喜欢的科目啊 就一定要考第一的那种类型 就有点肘你知道吧 就有点执念 做事情他有执念的 尤其是说 他自己的一个三观类型 他是特别 特别怎么说呢 特别信任自己的三观的 但是只要他的三观一倍震碎的话 整个人会崩溃掉 因为 怎么说呢 我就这样去说一下吧 因为他这个人的话 很有可能是一个特别念旧的人 很有可能很多年前的一个东西 都还保存着 保存的好好的 但是只要这个东西一旦受到损害的话 他整个人会崩掉 那种感觉 就 还挺可爱的吧 我觉得 你们也不要觉得说 这个人他是不是变态啊 不是的 只是来说 有一些人他就是这样的 因为他 我跟你讲啊 就是他们这些人 一定能够在他们合适的领域 第一名的那种类型 因为他们要做 真的是要做到最好 以至于说 其实外人看起来 他这个人有点怪的 因为他们 有一点社交恐惧症 就是不太擅长跟别人讲话 因为他们说话总是那种一针见血的那种类型 平时不爱说话 一说话就一针见血 在我们这个社会能够接受他这种性格的人并不是特别多的 说实话 就可能就说 哎 这个人很奇怪呀 我们明明是朋友 他怎么这样说我 这种感觉的 所以说他周围也会有很多小人 因为他不会说话 就会导致很多事情 明明是他做得很好的那种类型 甚至来说他自己在核心一点的位置 但是别人会说话呀 就把他这个功劳给他捋过去了 他也不想去争那些 他也不想去争那些 他觉得说 哎 管他的 我问心无愧就好 其实你说他这个人佛吧 也有点佛 但是你说他这个人不佛吧 他也的确不佛 因为他在对于很多事情方面 他是有一个 怎么说呢 就想拿第一 就想拿第一 他就想做最好 他说 我既然不做就不做 一做就要做到最好 而且他是那种 真的就是 他不会说出来 他会直接脚踏实地去做的那种类型 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人的话 还挺不错的 本质上面挺不错的 只是来说嘴笨 不会说话 甚至来说不爱说话的那种类型 这种 就是我觉得他的上升 应该是在天蝎 天蝎了 对 上升应该是在天蝎 哎呦 反正 怎么说呢 能够 知道他自己原本性格是怎样的人 一定很喜欢他 但是如果说 稍微不清楚一点 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个变态 很奇怪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但是有一说一啊 他这个人的一个事业发展会很好 事业发展会很好 他就适合单干 单干的那种类型 或者是说 就是跟个工具人一样 跟自己的一个工作上的伙伴 也不来往 也不交流 就做自己的事情 他能够做到一记绝尘的那种程度 就是很聪明 真的很聪明 只是说有点轴而已 好吗 然后整体的性格描述的差不多了吧 嗯 我看一下啊 然后你们彼此见面的第一印象 你绝对特别不喜欢他 你会觉得他这个人是个怪人 是个奇葩 平时也不爱说话 就感觉就 就蒙着 就在那里 怎样怎样的 你会感觉到这个人很奇怪 但是 但是长久交流下来呢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人还不错 就是说 他不会是那种普通又自信的人 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他都不会是那种人 是那种很低调 很努力类型的 知道吗 而且他们那个努力 是能够看到成果的 不是那种笨努力 好吧 我再看一下哦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人的话 对于恋人方面是很依赖的 甚至来说他自己在感情方面 就是很需要爱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他的童年 其实并不能算是特别好 以至于他自己 内心方面挺敏感的 所以说不太轻易的 把真心交出去 会习惯的去伪装自己 这种 就不爱说话 不爱交朋友 因为他不太信任这些东西 但是一旦他跟你有了一个连结 或者是说谈了恋爱之后的话 他会把自己的所有 所有都无条件的奉献出去 他会把自己打开啊 他说我想开了 这种感觉 就是他会对恋人 甚至来说 他真正信赖和爱的人的话 是会把自己毫无保留的 打开出来的 所以说我感觉挺好 这一个人的话 其实有一点点 为爱而生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自己所谓的那些偏执啊 所谓表现出来的那些冷漠啊 什么什么的 都只是他伪装自己 或者是说 给自己寻找到一个方向感的那种 小伪装 这种感觉 但是一旦他拥有爱情了之后 会变得完全的不一样 这种感觉 整体来说还挺好的 只是来说 看你们 喜不喜欢这一挂 喜不喜欢这一挂 因为我觉得他会喜欢上你 对 你们这一组的话 应该是对方主动的那种感觉 对方主动 但是在他主动之前 他会经历一个时期啊 就疯狂的想 他到底喜不喜欢我 会不会接受我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 但最终还是对方主动的 我感觉还挺好的 然后他自己的一个事业啊 或者专业方向的话 个人觉得是有那种设计 或者是说文字创作这种感觉的 就是跟什么水方面相关的嘛 包括是说医生也有可能 只不过 他一般所在的这种事业岗位上面啊 级别是要比一般人要高一些的 就是说哪怕是说他在做一个 在一个企业里面工作 他也一定是管理层 或者是说更高一点的位置 对 因为他有能力 只是说不太受欢迎而已 对 因为寻常人感觉他就很奇怪 这种感觉 但是他自己的确有能力 我跟你们讲啊 就是他自己写的文字 他要不然是写的一首好字 要不然就是 有文字方面的共情能力 就是他写出来的 要不然是字非常的好看 要不然就是他写出来的那种小短片啊 什么散文啊之类的 特别好看 这种感觉 就是他有这方面的能力啊 对 其实他组织方面也挺不错的 整体来说的话 我再看一下 你们之间的一个认识渠道 应该是通过工作上面 或者是说一个什么团队的合作关系 哪怕是说你现在是学生党 就有可能是什么 校园里面组织的什么活动认识的 因为一开始见到他 你又觉得 我去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啊 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说虽然你觉得他奇怪 但是更奇怪的是 有一些事情需要你们合作去处理 那种那种感觉 所以说你们会慢慢的熟悉起来 然后彼此交换个联系方式 怎样怎样的 这种 然后呢 我觉得你们这一组是进展的很慢的那种类型 进展的特别慢 因为对方也不说话 你也开始对对方的那种第一印象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个人倾向于是 我看一下 很有可能到现在为止还没认识 对 还没认识 我觉得你们认识的一个途径的话 得是在你自己经历了一场不公平的待遇之后 比如说你要去评选什么东西 或者说参加什么比赛 你会发现被人黑幕了 或者是说你在一次考试 甚至来说那种报考学校吗 这种感觉的 对 选择错了 就是在你人生比较转折点之后才能遇见他 知道吗 你也不要去想着说 哇那这我好惨啊 每个人一生当中要经历的课题不一样 没有谁是顺风顺水的 只是说这个挫折的领域是怎样的 挺好的 其实你们这一组的话 整体来说还挺好的 因为对方真的很不错 真的很不错 所以说你们不要去想的很那啥 还需要说明一点的就是对方的一个性格 因为之前也说 他在看待一些事情方面是很执拗的那种类型嘛 所以说难免在一些时候的话 显得有一点点就是自我为中心的那种感觉 然后 然后可能在以后你们的相处当中 需要去稍微的宽容他们一点点 但是你们也不要觉得说 啊会不会一直这样 不会的 他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 你只要把他的三冠给他震一下就行了 因为他心里面的地位的话是 这种爱是大于一切的 知道吧 为爱而生 虽然说都还挺好的 然后我来看一看啊 哦 这个人的话我想一想 他的一个身形的话 是比较细长的 就是修长的那种类型哦 然后如果是你是男生的话 对方很有可能没有什么曲线 就是说 呃 你是男生 你下一个恋爱对象是女生的话 他身材应该是没有啥曲线的 就是 呃 那种比较修长一点的 而且我觉得 如果说你是男性的话 他应该是喜欢穿一些什么 那种硬一点材质的东西 就是说有棱有角的那种衣服 比如什么西装啊 女性穿西装这种 呃 如果说你是男孩子 你不太理解这种穿搭 你可以去看一下那种 那种啊 如果说你是女孩子 下一个恋爱对象是男性的话 那他其实 钟爱的颜色就是黑色 你们这个应该能够感觉出来 是黑色 然后的话 我个人觉得他的头发应该是比较长一点的 但不会太长 就是说可能比 可能 就是不是寸头 不是寸头 就是到眉上刘海的这个位置 啊不是 我这个描述好奇怪啊 就是那种头发 你们能够像钢盔一样的 也不是钢盔啊 都敏俊 同款 那种 但是比他要稍微长一点点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个人觉得的话 他是习惯把自己的眼睛遮住的 要不然是被头发遮住 要不然是被眼镜遮住 这种感觉 有点这种感觉 反正你们 一旦见到他 就绝对会 怎么说呢 知道是他 太奇葩了 这个人 可能在平常人看起来太奇葩了 很有可能做了好事 都不讨好的那种类型 好吗 长得也还行吧 还行 就是有一个特征 就是脸很小 脸很小 的那种感觉 然后整体的话 你也不能说他特别好看啊 特别帅啊 只能说他有个氛围感 就是不爱说话 冷漠 那种类型 肤色的话 就是黄皮肤 黄皮肤一点 黄偏白吧 不是黑色 但是也不能说是特别白 对 就一般一点的那种颜色 就看上去是个一般人呢 但是挺好的 挺好的 他性格方面还挺好的 然后我再看一下 你们俩异地的可能性不大 很有可能是同地方的 即便你现在在外地打拼 也有可能会遇到一个 就是同地方的人 知道吧 不太可能会异地 这边看到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需要说明的 就是 时间的话 短期内应该不太会遇见 那当然如果说你 我看啊 你在看这个视频 前后一个月 就有那种 让你觉得很崩溃的事情 或者是说 让你觉得什么人生转折点这种 这种 那就代表着他快要出现了 那但是我感觉 一般的情况下面的话 还不太会出现 还要一段时间 至少得两个月期了 至少啊 至少一般的一个可能性的话 我感觉得 我看一看啊 嗯 我感觉可能得七八个月之后了吧 对 比较长一点 近期的话感觉不太会 不太会遇见呢 嗯 对 当然如果说你是我之前说的 这种特殊情况的话 可能就会马上会遇见了 但是说大部分人 可能还是得七八个月之后 好吗 嗯 整体来说还挺好的 好吗 也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如果说你觉得今天的视频 有对应到你的话 请点赞关注收藏评论 好吗 然后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嗨 欢迎选择第三组的小欧巴米啊 那你们这一组的话 我可能得很抱歉的说一句啊 就是一大段时间内不会出现哦 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一组当下该处理的课题没有处理完 即便你现在心里想谈恋爱 或者说嘴上嚷嚷着想谈恋爱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出现 因为你们看啊 前三张牌 薄剑拔的逆尾牌 恶魔牌的逆尾牌 全张五的逆尾牌 其实你心里面一直有一个东西困惑着你的 要不然就是上一段感情啊 要不然就是以前以前因为一件什么什么事情 从而对爱情产生一个阴影嘛 那种感觉 其实你们心里面有一个坎儿的 但是因为大众能量嘛 我也不能说是每一个都说出来 只能说是比较大概的这样说一下 就是有一个坎儿 或者是说你自己心里面是比较排斥这一类东西的 不论你自己嘴上是怎么说的 因为我觉得你们好像对于爱情这个东西本身都不太信任嘛 是这种怎么回事 或者说之前有个人严重的伤害了你 利用了你嘛 这种感觉 以至于说你们看第一排的 基本上都是说明啊 可能近期你们的一个能量频率都不是特别的高 因为之前有说过嘛 每一个塔罗这种大众占卜的一个时长是三个月左右嘛 然后对应到的是你每个时期不同的一个能量 既然你现在选到了这一组牌 只能说你近期的能量 让我看到基本上没有什么恋爱的一个讯息出现呢 我得告诉你们就是 人生当中是会遇到很多所谓的过客的 但是你不能因为那些所谓的过客而去折磨自己 甚至来说很大程度的浪费自己的时间 知道吗 不论这一个人是谁 不论是不是你以前谈过恋爱的 或者说是你的原生家庭 或者说是你的某个朋友 anyway 反正他们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可以想着说是在给你带来一个新的课题 新的成长 新的任务 这样的 哪怕是说你觉得你自己经历了一些特别不公平的待遇 你对一些人付出了很多 但是他们没有给到你应得的那些东西的话 那我们要去辩证的看待这样一件事情 到底这件事情它为什么会发生呢 对不对 这种感觉 你要去找一下源头 而不是说在一个坑上 一而再而三三的上当受罪 当然你们这一组也有可能是有那种 一直遇不到那种很好桃花的人 就是一直被渣男骗呐 被渣女骗呐这种感觉 而是有的 那我得告诉你们 是不是你们挑选对象的一个标准 或者是说 太想要去寻找一段很好的感情了 以至于你再没有发现对方到底是好还是坏的时候呢 就去急着去付出自己 而导致自己遍体鳞伤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所以说其实你们这一组得稍微转变一下观念 因为感情这个东西嘛 它是有来有往的 并不是说怎样怎样 一定是你先付出 那凭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说就可能需要你们去改变一下 因为你们现在所处的一个阶段呢 也是比较重要一点的阶段 整体的排面啊 你可以看到可以分为两个大时期嘛 从一到七这里呢 是一个时期 八到九呢 又是一个时期 可能你们现在正在一段回忆里面 或者是说在思考过去的一些事情啊 而导致晚上睡不着觉 比较的焦虑 翻来覆去睡不着 这种比较不好的状态一点 那如果说你在这种状态下面 想要寻求一段爱情把你救出来 甚至来说你想要找一个温暖 怎样怎样的 我得这样告诉你 就是近期的话 你周围是没有合适的人出现的 因为你现在这个频率的话 嗯捕捉不到那种真爱的信息 知道吧 就是说真正的好桃花 感觉是没有的 反而会吸引来一堆苍蝇 说实话 所以说我更希望你们这一组能够 在当下好好保护好自己 然后找寻一下自己的一个 真正该去的一个课题 或者是说真正该走的一个方向 因为在你们真正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之前 所遇到的那些人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是 给你带来课题的人 但是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好桃花这种感觉 可能近一大段时间我是没看到 而且你们这一组的话 当前最该处理的是一些 工作呀学业方面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觉得那些事情 如果说你现在是一个学生党的话 很有可能你现在周围的一个人际关系 比较糟糕 甚至来说你被这些人际关系影响着 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个情绪 都是很正常的 辩证的去看嘛 反正那些很奇怪的人就不要去沾 也不要去搅入一些什么小团体之类的 就保护好自己比较好 在你自己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呢 一定要寻求帮助 不要闷着 知道吗 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工作党的话 可能你周围有一些什么派系斗争 你千万不要去站队 千万不要去站队 因为这种很恐怖的 我看到你周围的一个人际关系很恐怖 那要不然是你周围的一个同事 要不然就是你周围的一个 哪怕是说家人给你的压力吧 反正我觉得你现在身上压力挺大的 但是 不会出现那种 那种真正的什么 帮助你分担压力的人的 这种爱情方面的吧 我感觉是没有的 得靠你自己走出来 虽然这样说就可能比较残忍一点 但是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 在很多时候需要你们去自己面对这些事情 而不是说选择逃避 那如果说你现在周围正有人在消耗你的能量 夺走你的能量的话 一定要把属于你的能量给拿回来 不论是怎样的关系 一直是你在付出 或者是说一直在消耗你的力量的话 那都不能算作是一个良性的关系 不论他是谁 不论他跟你是怎样的关系 好吗 是时候去捍卫属于你的东西了 因为我感觉到你们现在状态其实不太好的 真的不太好的 好吗 我得告诉你们在这里最后两张牌的一个 心碧器和保健国王是你们原来的一个样子 就是说你们在精力充沛的时候应该拥有的样子 你们很聪明的 也有很强的一个决策系统 在很多时候你们能够做正确的选择 甚至来说规划好属于自己的一个人生 而且你们做事情也是那种有始有终的类型 只是说近期的一个能量被压制住了 可能所谓的桃花也捕捉不到你的信息 你也捕捉不到他们的信息 不在一个频率上面 就有可能别人看的你不是真正的你 好吗 你自己也表现不出来 你自己原有的一个能量 所以说就会导致一切的阴差阳错 这种感觉 所以说近期内不会出现了 至少在你当前这个频率上面 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桃花 你就像是这个 这一张牌一样 虽然它是一张星碧石 你向往着外面的一个世界 但是你的周围是石头来的 知道吗 是石头来的 把你紧紧的束缚住 然后因为这张牌有家人的意思嘛 当然也可能是代表着你周围的家人 给你施加了很多的压力 束缚着你 你即便向往着外面自由的生活 自由的一切 但是你没办法挣脱出去这种感觉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话 当前最好的 最需要的是调节好自己的一个心态 就不太好知道吗 不太好 整体来说的话 能量方面也比较的低频一点 桃花和爱情 其实并不是一个 怎么说呢 能够帮助我们多少多少的 因为我之前看到这样一段话 人的话有时候需要的不是爱情 而是爱 爱这个东西本身而已 如果说你能够从家人 从朋友身上 获取到你自己想要的这种爱的话 其实也没 也完全就是你自己到那个时候 你根本就不会放太多心思在爱情方面的 因为你觉得你满足了 有很多人爱着你 你也享受着那种感觉 那其实到那个时候的话 这所谓的爱情并不能说是去 什么唯一啊 什么什么的 你们只是需要那份 独一无二的爱而已 好吗 好好保护好自己 整体来说的一个信息就是这样了 当然也很抱歉 没有给你们你们想要的一个信息哦 所以说抱歉了 好吗 然后也希望你们能够振作起来 拿到属于你们真正该获得的东西 好吗 然后整体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感谢你们的收看 如果说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收藏评论哦 好吗 然后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嗨 欢迎选择第四组的小伙伴们啊 那首先来说一下你们下一个恋爱对象的一个星座特征吧 这个人的话我觉得他的风向占了比较多的位置哦 甚至来说 你看他第一眼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人一定很聪明 他就是长得都很聪明的那种类型 就是五官的话我觉得锐交比较多一点哦 就锐交多一点 不是那种看起来笨笨的人 就是那种看起来就很聪明 很机灵的那种类型 啊 星盘方面的话 我个人觉得是双子和水平占的比较多一点 就是给人感觉是古灵精怪的 很机灵的那种感觉 小机灵鬼 啊 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就是这种性格的 星盘方面是这些 但是我看到哦 星盘方面除了双子和水平之外呢 水相也在一些比较重要的个人行星的位置 所以说这个人的话 他即便看起来很机灵啊 怎样怎样的 也是能够去把握到周围人的一个情绪关系的 所以说人缘很好 人缘很好 基本上有很多人喜欢他 说实话 有很多人喜欢他 啊周围 因为长得不错 也会说话 就看起来很可爱的那种类型嘛 不是说长得可爱啊 就是说他有时候说些俏皮话 也会让你觉得很可爱的那种感觉 就是整体来说 这种是星座特质嘛 然后我还需要说明一点的就是 他这个人的话有一点闲不住 就是说可能 做一些很那种稳固固定的工作呀 就是做一些很专一的事情啊 还不如让他去死呢 这种感觉 就是可能他在专注力上面有一点问题哦 就是没办法去做长时间的一个任务 哪怕是说他的爱好方面呢 也基本上都是那种意识兴起呀 好奇心很重的那种 就不会说是那种一个爱好坚持十几二十年 不太不太不太像那种感觉的 就是他自己其实新鲜感来的快去的也快的 当然对于感情方面也有一点点这种倾向哦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你的下一个桃花的话 跟你之间谈恋爱应该也不会太长 就是时间不会几年啊 这种感觉 但是你跟他谈恋爱的这段期间呢 绝对是让你觉得很开心的 至少来说他会把很多新鲜的力量给到你 而且也不会消耗你的太多力量 因为他其实很能够顾及到这种感受的 这种人与人之间新对新的一个能量 就是交付的这种过程嘛 他是能够感受到的 是蛮就是蛮懂的那种类型的 只是说可能他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就属于自由啊 这个人他就是属于自由的一个人 他可能更多的话 我觉得他唯一一个比较坚持久一点的爱好 要不然就是到处旅游这种感觉 他很享受那种就是变换不同的一个旅途啊 包括说那种变来变去的那种感觉 好吧就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然后他自己的一个 我想一想事业或者是专业的话 要不然是跟交通方面相关的 要不然是跟语言方面相关的 这种感觉 就是有这种能量的传递这种感觉嘛 对吧 哪怕是说导游啊这种 就是这种 你们能懂我意思吧 这种感觉 就是能量的传播的这种感觉 不太像是什么公务员这种 不太像哦 当然也有可能是文字创作者 有可能是文字创作者 就是那种自媒体嘛 对就自媒体 可能是这三个行业会稍微多一点 好吗 三个行业稍微多一点 整体来说的话 这个人很风趣很幽默的 长得好看 脸小 我想一想啊 我想一想 他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的话身高不会太高 就是说男生可能是在一米七五左右吧 对一米七五 女生的话应该是在一米六六 一六五以下 这种感觉 但是也不会太矮 就是说中间位置吧 中间位置一点 这个身高 身形的话也是中等身材 不会太瘦也不会太胖 这种感觉 但是在人群当中 就是很受欢迎的那种类型 但是因为他自己 说实话 他其实不太喜欢被那种 责任这种东西束缚住的 不不喜欢他不喜欢这种感觉 不喜欢被很多人寄予厚望 所以说可能在一些时候 看起来吊儿郎当的 但是呢又没有那种脾气 没有那种脾气 整体来说还挺好玩的 这个人 嗯 对 他身边真的有很多很多人 都很喜欢他这一份脾气 挺好的 其实我觉得这人挺好玩的 然后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信息啊 第一眼印象的话 你还挺喜欢他的 他就是在人群里面 都很受欢迎的那种类型啊 然后整体来说的话 又有好奇心 又有创造力 在学生时代 一定一定很受别人欢迎 尤其是学生时代 就是人越多的地方 他越受欢迎 就是一个交际花啊 能跟很多人都处理好关系 他的人脉也很广的 这方面的 然后职业这些也说了 相识的一个途径的话 我想一想啊 你们有可能哦 有可能是在一个 出去旅游的时候认识的 就是说你们相遇的环境 还挺偶然的 要不然是出去玩游戏 什么密室逃脱啊 剧本杀这种拼桌认识的 要不然就是 我想一想啊 就是偶然的情况 要不然就是朋友出去玩 一起认识的这种感觉 甚至有可能是他 在大街上看到你主动来要微信 这种感觉 就是你们认识的一个途径 是很偶然的 甚至还说可能是网恋 这种就是不是那种 很寻常的那种认识途径哦 不是很寻常的那种 好吗 然后我再看一下啊 基本上讲的是差不多了吧 基本上讲的差不多了 然后时间的话 我看一下 时间应该挺快的 因为这边有张圣碑衣 我看一下 可能在四五月份就能遇到 四五月就能遇到 是一个新鲜的人 不是以前的人哦 这里没有任何以前的一个痕迹在 没有没有 而且你跟他在一起的话 可能会很多程度的去享受生活 享受当下 因为他这个人的一个人生名言就是 人生苦短 及时行乐 这种当下生活的一个美好 这种感觉 其实我感觉真的 你跟他在一起的话 其实会体会到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思维的 因为他就是那种天马行空的那种感觉 就可能有时候看起来是有点不着调 但挺好 他自己其实还是有规划的 只是说 不像那种土像那种 一步一步全部都卡死了的 他更多是在游戏人间这种想法 他觉得说 哎呀 人间嘛 就来玩这一遭 你去顾虑太多的话 反而有一点打破什么和谐之类的 所以说我觉得他对神秘学方面 应该也有一点兴趣的 就是说 一切那种 不寻常的东西都能引起他的注意 这种感觉 所以说我觉得真挺好玩的 真挺好玩的 这个人 但是说 你想要跟他长期的交往下去的话 可能不太行 可能不太行 而且我觉得分手的话 很有可能是你们提出来的 嗯 对 对 其实我觉得你们下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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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个恋情啊 真还挺好 对于你们而言是有一个意义在的 就是说让你们看到 怎么说呢 生活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面吧 这种感觉 就是他的存在能够让你得到很多哲学方面的一个启发 对 这方面的 可以让 可以让你明白很多 也能够让你很开心的进行一段感情进行下去 这种感觉 好吗 然后整体的一个特征啊 这些就讲到这里了 然后也很感谢你们的收看 然后如果说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记得点赞关注 社团评论哦 好吗 然后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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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